香港战中遭到镇压之后 海内海外都是遍地开花 美国旧金山湾区举办了声援活动 六四学运代表周峰所受访的时候说 香港是中国的良知 随着摇曳的烛光和低沉的歌声 两百多位湾区的华人 为远在万里之遥的香港人打气 希望梁振英下台警察停止暴力 实现无筛选普选 湾区声援香港活动的发起人 Tim C. Pong是一位环保工程师 他们28日早上60左右 才在Facebook上发出当晚集会的通知 没有想到有数百人来响应 因为学生其实是社会未来的同僚 他站得出来的 不是有人指使他的时候 相信这个意见是一定值得去听 另一位发起人William Chan则表示 很明显香港市民积攒了很多愤怒 才能站在胡椒喷雾和催泪袋面前都不害怕 北加州香港会发言人张志强 批评用警察用催泪弹暴力 去对付手无寸铁的香港学生和市民 就希望中央政府立刻撤回这个不民主的方案 和重新启动政改 再做出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案 除了香港人 湾区还有很多华人来支持香港 那些愿意去占中的人 他们是中国的良知 香港一直是在这个争取民主自由方面 一直走在前头 如果只要香港现在能够争取到普选 争取到民主权利的话 那大陆就更有希望了 我们都支持你们香港同胞加油 新台人记者蔡迅 陈志宇 旧金山采访报道